這個愛情長跑 其實也包括婚 婚姻 因為只討論愛情 其實沒什麼意思 就是說 剛剛安格斯講得很重要 就愛情長跑了十一年 但是依然保有激情 這不容易 這蠻難的 這很難 這很難 因為子彈飛很久他也冷掉 真的啦 對 真的 所以這個今天Vivi 你說你認識一年結婚 對 你看 認識五六年也是離婚 認識一個半月也是離婚 認識一年結婚沒有離 而且十四年 一年比較適合結婚 是我的意思是說 平均值來講 一年比較適合 跟愛情長跑多久 都沒有太大關係 是 可是重點就是說 結婚以後怎麼樣保有 這樣的 對 那個溫度 對 你們有過這種你覺得降溫嗎 其實我覺得難免會 我覺得婚姻生活 他有一點起起伏伏的 就是說有時候你會覺得激情還在 可是有時候又會覺得很平淡 沒有激情 他就是一直這樣子 上上下下的 那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要維持婚姻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就是說其實我自己的習慣是 我會盡量看對方的優點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都有缺點 對 那如果我每次看到他一個缺點 我就覺得說很受不了什麼的 其實我自己覺得說 那對對方太嚴格了 因為你自己也有缺點 是 講得好 太好了 對 所以我自己的狀態就是 當我覺得他不足的時候 就是我有時候覺得看他有一些習慣 就看起來很討厭 我就會想 就是會反思我自己 我也是會有一些缺點 所以我不能一直看他的不好的地方 你看到他很討厭的缺點是什麼 很討厭的缺點 其實我現在就是一個 非常愛工作的人 我覺得這一點 是我跟他有很大落差的地方 因為我是屬於即時行樂行的 就是我會覺得說人生苦短 幹嘛那麼辛苦 然後又加上我比較沒有金錢觀念 所以我就會覺得想吃什麼就吃什麼 想買什麼就買什麼 不用想太多 但我現在就是一個比較有 做事情比較會規劃的人 然後他又是比較 對錢可能會比較在意 對 所以他就會很努力的工作 那你們 因為久了以後會挖鼻孔 就不在乎了嗎 其實我們很快就挖鼻孔跟口徑 所以我覺得你們怎麼開胃磁 三年才做這種事 所以你們會不會到後面 也開始覺得你幫我挖 我幫你挖 我不會這樣 互挖 會有這種說話 可是因為我那時候 跟我今天在一起的時候 談戀那時候 就有人跟我分享一件事 他說如果你可以在這個人面前 很自在地做自己 那就表示他是可以跟你 一起 一輩子的人 對 這個角度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會 我跟我今天其實還沒有結婚 真的 就快出來了 結果就把他縮回去那個 這什麼意思 就為了他維持形象 然後所以就忍 忍住 對 那因為像 忍什麼啦 忍屁負重 你這樣還聽不懂喔 我知道 排氣嘛 對啊 怎麼忍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你也會剛開始的時候 一定是不敢排對不對 對 變成那種 憋住那種 對 然後不小心要出來的這樣 對 換個大聲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 忍忍啊 是會 可以的啊 對 剛開始的時候 你會形象嘛 你可能會想說你要放屁 你要去廁所 對 一定要忍住對不對 可是有一次我就突然 那時候還沒結婚 我就突然發現 我聽到屁聲 然後我就很驚訝地 看向我老公說 你放屁 然後他就很自在 那時候是男朋友 那時候還是男朋友 然後他就很自在跟我面說 對不起 我忍不住 然後我就說 怎麼那麼快 就已經面臨到現實的衝擊 不用三年對不對 對 不用三年 因為我們戀愛才一年 想說這麼快 就面臨這個 這麼現實的一面這樣 後來因為我覺得他發 我覺得他在試探我 他放了一個之後 他發現我的反應是冷靜的 沒有因此就是說 你怎麼張如 他後面就操作自己 操作自己 想到我就放隨時隨時 我想說 好考驗人喔 他在考驗我 對他的愛有多深 所以我後來就要設在 那你還是人嗎 我後來就有時候 會罵他一下說 可不可以去遠一點的地方 可是後來就發現 這樣相處很自然 沒有壓力 沒有壓力 對 然後因為像我是一個 很容易會想尿尿的人 想上廁所的人 對 然後以前 我跟我爸爸就是以前 只要一上高速公路 我可能一上去 就會立刻跟我爸說 我想上廁所 然後我爸就會覺得說 不是出發錢才上 對不對 現在又要上 然後長輩就 因為我爸又比較沒有耐心 他就會很生氣說 一直罵 然後邊罵我 邊找廁所給我上 然後所以我後來 跟我老公在一起的時候 我剛開始就想說 他會不會很不耐煩 想說我怎麼那麼平尿 所以我剛開始就會忍 可是他都已經放屁了 所以我就做我自己 一上去我就立刻說 我想上廁所 然後我老公就說 真的嗎 現在很急 我說對 我現在立刻就想上 然後我老公就很有耐心的 去幫我找廁所去 然後就測試了 幾次之後發現 因為有時候會怎樣 人會坐坐嘛 剛開始的時候 他可能會覺得 有那個耐心幫你找 後面就會發脾氣說 你怎麼那麼高 你有什麼 然後我就測試 你就發現沒有 他還是很有耐心的幫我找廁所 然後我那一刻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個男生很像 可以 所以我就會可以用一些生活上市 去考驗一下對方 對 你才不會結婚之後 然後看到真面目 就發現就是夢 他對你的耐性是真的 對 那你們怎麼去製造 生活裡面的高潮 我覺得有一個 你不要聽到高潮 就笑成這樣嘛 對啊 生活的高潮 有很多 哪一種嘛 對 因為我覺得生活中 裡面的高潮的話 必須要有時候要刻意去營造 對 因為像我自己是屬於 我跟我先生相處 人家都會覺得 我看起來比較強勢 然後很像就是我先生就是 因為他脾氣很好 大家就會覺得 他是氣管炎 可是實際上 我們兩個在相處的時候 我是比較小女人的 就是只有我們兩個人的狀態 我是比較會撒嬌的 就算現在已經十四年了 但是我會覺得說 女生還是要適時的撒嬌 才會讓男生有一種想要保護 你想要疼你的感覺 如果你一直都是很強勢的 其實他沒有展現的機會 對 你怎麼撒嬌 可以示範一下 示範一下嗎 對 把那個安格斯 他老婆在那邊 老婆在旁邊不好 那個大哥也不好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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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 對 我認同 我認同 就會 我撒嬌就會這樣 我老公可能在工作 就會這樣捧著他的臉說 你怎麼這麼可愛 你今天才知道 對 就會撞到 同時說你怎麼那麼可愛 然後我老公本來在工作 他聽到這個話 他就會笑 他就會說還好吧 我就說不會啊 我覺得你很可愛啊 然後這樣子 就是我常常都會對他 親一下 之類的 但是他就是會被動的 被我親什麼的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他其實喜歡這個感覺 對 對 然後我就是 偶爾就會這樣子 弄他一下這樣子 那但是他很喜歡 他沒有展現不喜歡 我就覺得他是喜歡的 沒有立刻把我推開說 你幹嘛 我說你幹嘛 我曾經有一次這樣摸他 他嚇到跳起來 我那一次就大發雷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你是怎麼樣 你是做什麼 你為什麼你跳起來 你沒有這麼恐怖嗎 對 就會生氣 然後他有那一次 被我很生氣地罵完他之後 他都會很鎮定 就不管我怎麼弄他 都會很鎮定 然後我就覺得 他應該是喜歡的 我猜的 對 就會用這種方式 他會不會是因為工作很專注 所以被一摸就 他他是這樣回答沒錯 但我覺得那個感覺太奇怪 因為如果說老公反應太大 其實老婆會很不爽 就會覺得說你是嫌棄我嗎 是我在摸你 你不開心 你不舒服嗎 對 所以後來就慢慢地 用這種方式 然後就他現在就被調教的 就是逆來順手 怎麼弄他 他都要展現愉悅的表情 他要夾高潮 那是四塊的 開心 開心這樣子 對 那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情趣 你不要說什麼 因為我覺得男女之間 女生還是要多少 要比較主動一點 對 會比較好 因為男生有時候都很假白 就是明明就想要怎麼樣 可是就是要有那種 男性的尊嚴或什麼之類的 那文婉這樣子婚姻長達幾年 我算一下 你每次問我這個問題 我只要四個二年 度日五年 我是要委託一下 我還不記得 十年有百 十年 十年 我覺得就是說愛情長跑 那個愛情 我們要把婚姻算在內 那我們要 我們應該去討論出一個 是 就是說當 老實講 每天柴米油鹽醬醋茶 它就是會冷淡掉 對 壓力 對不對 每天說你還說火花錢 對不對 每天就說小孩煮小火 沒錯 就怎麼如何能夠維持 感情上的溫度 這很困難 其實這個真的是一門很 應該是講說 很沒有一定的答案 然後也很難的一個功課 比方說我們今天講愛情長跑 有些人他可能愛情長跑十六年 我們在圈裡面看很多 十六年的有 然後二十八年的也有 到最後都是修成正果 十六年的什麼這個蕭敬騰 也有這個例子 那也有到八年 可是老師講我覺得很長很長 實在是變成家人了 對啊 然後這那個貝尼 貝尼就是一個關卡 比方說隋唐當初跟姚元浩 八年後來分手了 因為這個甘情儀式 介入了另外一個女明星 所以就分手了 李佩旭 蔡淑貞 大家都覺得說八年 理所當然要踏入紅毯 後來也分手了 但是我就是覺得說 一定很多人都覺得 走到最後好像沒煮沒味 第一個 第二個很多的人覺得是說 好像沒有共同的一個目標 再來就是說有沒有人給你一個 有時候走不走 因為有點實之無味 氣之可惜 譬如說我們就走十年了 還繼續看看 所以現在要分感覺好像 也覺得好像一點可惜 我覺得變成一種道義 對 道義 所以鄭大哥其實在這個 比方說我曾經 曾經我這樣講好了 圈內有一對這個愛情草寶 十年的銀色情侶 當初當初其實他們已經講好 大家都知道他們要結婚 那我有一次跟這個女藝人 在後台在等著錄影的時候 我有說幾句話 結果沒多久 他們就要分手了 結果我心裡真的覺得 有一點點 有那麼一點點是不是覺得 是不是我的關係 有一點點愧疚 可是我後來想回來 我覺得應該是 拜託你今天不要講我們來賓 沒有啦 他們單身 他們才十四年 老實說沒有 那時候是應該是講 因為我有一點點愧疚 後來想回來覺得說 也許他在這個 他們愛情長寶十年 到達也是我當時 我剛才說的 我那時候也是覺得說 好像有一點點不適合 又覺得 是不是要應該給個交代 因為不管男生女生雙方的家庭 一定覺得說我要看到一個結局 大家現在聽到這裡一定很好奇 我講了什麼 因為那時候大家已經聽到說 他們有要結婚的這個打算了 都在籌備什麼 女生很忙 然後男生也很忙 可是就是籌畫了很久 我跟那個女生講說 因為這個女生我要講 這個事業很好 然後也很能幹 很有自己的想法 理想 我就說很慶慧就對了 現在女生都是 很有自己的一片天 我只是跟她講說 以我她說 姐我現在有一點 有一點點愁疚 然後也有一點點 覺得說是要考慮一下 那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要想一件事情 像我說我過來人 像我這樣離婚了 我會想一件事情 如果結婚沒有更好 一加一沒有等於二 甚至可能還比二還小 小於二的話 我會建議你不要結這個婚 然後再來 她說可是我爸媽都 他們雙方都很期待這樣子 我說千萬 因為婚姻是你自己要去過的 你不要不要去 為了滿足你周遭的人 而去做這樣的決定 因為好好壞壞 你自己要承擔 不過我說一下 男孩子愛情長跑 比較不理 因為我青春一直耗在你身上 然後我日漸老去 沒錯 對不對 然後那個心態會越來越急 你如果帶我 我要怎麼做 真的 對女生是不利的 那所以有些女生 就逼著她要結婚 對 沒錯 可是鄭大哥 我剛剛講這個例子 是女生真的能力非常好 而且經濟非常獨立 有一片天 所以後來我要講的是說 後來她就決定她不要 因為我剛剛講那兩年 她決定就是把這十年的感情 做一個這個結束 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